大力吹哨催促學生趕快通過 放學時段狹窄巷弄內 車多學生多 正牌教官站在校門口指揮交通 不遠處的路口 則是另外一位盜版教官 身穿保全上衣身色短褲 看起來像是警察或是教官一樣 他是高雄樹德加上學生口中的阿諾 三十年來不論刮風下雨 幾乎天天都來幫忙指揮交通 不只有甩棍 還有手銬 無線電 相機 和壞掉的電擊棒 身上掛著老舊BB扣 口袋裡還有相機 裝備齊全 但因為身材壯碩 平常不苟言笑 看起來不容易親近 新學期開始就由高一新生女同學 誤以為她是學校教官 但又覺得好像怪怪的 被嚇到立刻跑走 一開始看到吧 因為她真的看起來有點壯 一開始看到也會怪怪的 但之後就不會 有可能會去打擾到同學嗎 不會呢 她都會幫左右鄰居提垃圾啊 熱心公益啊 天天住店 學生和附近店家早就習以為常 就連學生找不到家長的車 都會來問她 56歲的阿諾年輕時想當警察 卻沒有考上 後來也曾當過保全 現在上課放學時段都到學校前站崗 雖然熱心幫忙 但指揮的效果似乎不太好 指揮的怎麼樣 有時候 新生入學就被嚇壞 學校表示接下來將會進行宣導 而警方則說 因為沒有造成交通混亂 而且無人通報 個人行為並無違法 在第30年成為當地傳奇 TVBS新聞林一邦 徐敦高雄報導